接下來要把一籃變兩籃 左邊一個右邊 那其實我剛剛的記憶也這樣 所以不會寫啊 像我的習慣也這樣 反正我只要推論的出來 然後後面就跟著繼續往後run 然後只要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就把它解開 自然而然就OK了 所以我們剛剛有第一個 這個的話其實只要改哪裡 其實改那個寬度有沒有 OK這個寬度把10改成5 然後這個人民幣也是一樣寬度 只是說它的位置變成在R不是在M 如果你的位置假如跟我不一樣 你可以再調一下也沒關係 好接下來全部折線圖的話 重點來了 所以要怎麼樣 那我一樣把這個全部折線圖 再複製下面再全部折線圖 加一個2好了這樣比較簡單 好那關鍵來了 2 所以其實後面甚至可以再延伸 全部折線圖3 畫三個 不過三個感覺很擁擠啦 OK 但只是說 如果你都可以辦得到 那未來要幾個其實都不是什麼問題 概念都一樣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其實喔 如果要讓它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其實 主要跟什麼有關係呢 主要是 如果我們今天假如有現成上面的變數 可以拿來用的話 那我直覺看到 其實它的順序 主要是由誰來決定的 其實可以 主要是由I的這個變數來決定它的順序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當I等於1的時候是美元 當I等於2的時候是人民幣 有沒有 第3第4 所以這個I裡面的 值 實際上就是它出去的順序 所以呢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 裡面喔 我想到啦 這個是我想到的方法 我在底下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Enter一下 在for圍圈下面加一個邏輯 所以for下面按Enter 然後按個TAB鍵下一切 那邏輯判斷呢 其實就是說 如果當它是 欸什麼 如果當它是這個 單數的時候 它就放 左邊 當它是雙數的話 放右邊 所以我這邊是 判斷說 到底它是單數 它是基數還是偶數 所以如果要判斷它是基數還是偶數的話 其實在VBA裡面 剛好有一個函數叫MOD MOD 是求餘數 所以我寫一下 一副 如果IE這個詞 它如果MOD MOD MOD 有點像是 如果Python是百分比 就是 有點像除以多少的餘數 iMOD 2 就是i除以2之後的餘數 如果等於1的話 那這個條件 如果為True 假如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表示說 下面執行的是基數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偶數 OK 所以後面加一個RAM 中間是條件 然後前後的話呢 就是它的那個 敘述 好 那一般習慣 我是Enter兩下 先打 Else Else就反之 然後Enter兩下 再打Enter一副 先把結構先打出來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下面是放 如果它是輸出順序是基數的 是要放在左邊 那如果是下面的話 就是放 偶數的 放右邊 好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改 底下這一段 底下這四行 有沒有 就把它放在他們下面來改 就OK了 改哪些地方 我還記得吧 我們改的地方 剛剛第一個一定是寬度 一定是微五 這個是一定要改的 有沒有OK 就是寬度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就是說呢 如果是基數的話 放在M的地方 沒問題 放偶數的放R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喔 我們就把這個 這四行有沒有 把它搬到哪裡呢 搬到 這個是基數的喔 所以把它 看移動好了 拖拉移動過來 一般習慣呢 因為它在它的 這個判斷裡面 所以按一個 選舉按TAB 它下一階 好 意思是說 如果 這個I除以2之後 於1的話 它是基數 所以基數的話 就是這件事情 那偶數呢 做ELS的事情 所以ELS喔 就把它拉到 我就把它複製 一般Ctrl C Ctrl V 或者拖拉加Ctrl鍵 Ctrl鍵就是複製的意思 OK 好 那偶數的話 有什麼不一樣 還記得吧 偶數好像把M改成R就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把它結構 乱 你看 記得喔 最好是這邊喔 記得一定要按Tab鍵 如果你沒有縮排的話 程式還是一樣可以跑啦 只是說看起來程式會 比較不好理解 OK 底下這個是偶數嘛 所以這邊要改成什麼 改成R就可以了 這邊改成R就可以了 好 喔 那理論上喔 好像已經改完了 改完之後的話 習慣我們先來Run一下看看 亂亂看 大家如果你有把握 我講過啦 你可以射中斷點 有沒有 這些是剛剛加的 然後執行它一下 這邊停一下喔 所以喔 看一下現在I等於多少 I等於1嘛 所以Imode2的結果等於多少 等於1 這個意思說I除 這個1除以2之後當然於1嘛 OK 那表示它是基數 所以如果是基數的話呢 它會走哪裡呢 它會走這裡 所以喔 一幅這個有點像是閘門 有沒有 你是什麼 你男生走左邊 女生走右 一樣的道理 反正你就這個閘門 反正就有過濾的作用 好 那你就走這個 所以呢 你會發現它就幫你把 美元給輸出了 OK 然後K等於 K加10 不過加10的話呢 K我們現在K是K什麼 K是這個喔 如果加了10 當然我現在先不改了 這個應該會出錯 OK 好 那下一個 I現在等於多少 那什麼 I等於2 所以Imode2 除完之後等於多少 等於0 所以0的話呢 就變成說 它就不會是執行這一段 而會執行哪一段 下面L子這一段喔 所以你會發現它跳 跳到這裡 F bar 跳下來 OK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不會畫下一個 畫到哪裡 畫到R的地方 可是K等於K加1 變K已經加了10 變成R11了 我看一下 有沒有畫在這裡 一樣關掉人民幣 K等於K加10 又下一個 那一則類推啦 當然下一個就是 應該再來這種 歐元嘛 OK 下一個 所以其實一直往下跑 我讓它全部跑完好了 其實它 結 得到的結果會長這樣 欸 其實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只是說變 說短而已 一個放左邊 但是你說老師不是欸 我現在不是要一個 我要一個左邊 右邊再放一個 你不要幫我分開來 可是問題 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邊 城市 哪個地方 出錯了呢 看得出來嗎 請問 有哪個地方改完之後 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看得出來嗎 對 沒錯 因為我們剛剛有沒有 因為這個地方 如果你加這個的話 它會變成說 我 理論上應該 美元 就是 畫完之後 應該 它的座標應該還在1才對 可是如果你加了10之後 它變成11 會幫它下 換到下一個 那下面這個 能不能刪掉 現在不能刪 因為喔 如果你兩個之後 應該兩個完之後 就要換下一個 所以喔 這個不能刪 那這個一定要記得把它刪掉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一般習慣是加單 你看 就是說 不確定 這個刪的不知道OK 所以我選擇先加個註解 確定OK的話 那我就再把它刪掉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 先刪掉 我再亂一下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OK了 資訊 有沒有看到 剛好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沒有 這樣就出來了 就完成了 所以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其實我剛剛主要 第一個 一樣是拿剛剛上面的這個 全部折線圖拿來改 那其實基本上我改哪些地方 我在 因為我怕同學可能會 會 我再 再來一次 重點我回顧一下 一 我把下面這四行 其實先把它那個寬度先改一下 這個寬度 所以這個一定要先改 反正一定全部都是一樣 五個啦OK 那第二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在 負回圈裡面 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if i 空一個mode mode 是除以多少 除以2之後的餘數 等於1的話 空一個then 然後一般習慣呢 會enter兩下 打一個else 再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dif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先把這個結構給打出來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 給它一個過濾的閘門 左邊跟右邊的閘門 那如果奇數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一段程式呢 放到這邊來 然後一般習慣按tap鍵 這邊應該 這個等一下這個要刪掉 再來的話 把這個再複製到這邊來 上面是奇數 下面是偶數 這個刪掉 然後 偶數的部分 因為它的座標 要放在R的位置 所以這邊改成R 這邊改成R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應該也沒有太複雜吧 其實重點應該 最最最最重要應該是這個地方 這個 有沒有 邏輯判斷 所以其實城市裡面未來 還蠻多地方會在回圈裡面加 這個所謂的邏輯判斷 那把它Run一下 理論應該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把它執行看看 刪掉嘛 刪圖這個上禮拜 上次講過 然後Run一下 也沒問題 當然如果你 動作快的同學 理解力好的同學 甚至你可以 試試看三個 或者是四個 三個又不一樣 三個邏輯 不過三個邏輯應該也跟 這個差不了多少 你可以什麼 MOD 其實這個MOD還蠻好用的 你MOD3好了 有沒有 1 2 3 反正MOD有點像 反正你 你做完之後剩多少 OK 剩1的話呢 除以3之後 如果余1的話 那你就第一個 余2的話就低 如果整除的話 那表示第三個 那不是可以這樣子 就變成說這個是兩 True跟Force的判斷 那如果三個的話 那就是多重判斷 OK 好啦 反正這個先不要講 那麼複雜的東西 先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一樣我會把這個 我寫完的這一段程式 會貼到雲端白板上面去 所以這一段有沒有 我會把它C 待會的話會貼到雲端上面 你們稍微 記一下 也許就是放在 這裡 全部折線圖 但是我之前的版本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地方不一樣 嗯 這是 這個好像我多 好吧 不管了 反正我就把新的版本貼上 好了 反正你們先看新版本 OK 這個我貼到雲端白板上面 第10頁 你們自己再稍微找一下 然後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第10頁 就我剛剛寫完的程式 OK